小巴行业的前景 你对于小巴行业的前景 你怎么看呢? 我个人来说是好的 但入行的人希望年轻一点 年轻人 因为我这么大年纪 就没什么压力 香港越来越大 大家也知道 每一个地方都要专业小巴去接红 如果大家年轻人有兴趣入行 我可以大陆和大家做一个顾问 香港是需要小巴的 不论是红色、绿色 我觉得有危机在这里 前景有出路 现在不仅是小巴的 楼价又大跌 整个经济环境都不好 经济活动就会回正常的时候 整个环境就会很快 红Man的角色最重要是 它的灵活性 即使任何有交通问题的地方 只要红Man去到的话 红Man就可以帮助解决 假如那个地方是红Man去到的 红Man可以很即时 适时 适当地提供到乘客需要的服务 立刻可以建议一下 是否可以开放给红色小巴去解决交通问题 哪怕是一个月 两个月 我觉得红色小巴就是角色地位 是否可以开放给红色小巴 就是这些人